我们收集旁边的听众朋友 还有收看我们直播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早安 欢迎您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四神汤 你会发觉我们今天四神汤的这个现场的场景 很不一样对不对 对非常的不一样 我今天是特别亲自到嘉义长庚医院 复健科主任医师许洪志 许主任的办公室来做我们今天的访问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病例资料都在这里 那么借着我的病例资料 我非常非常的希望 借着我们今天的节目 请我们的这个长庚医院 复健科的主任医师 我们的许洪志 许主任来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 什么叫做真正的关节退化 什么叫做假的关节退化 主任早安 李佳姐早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 那么为什么我会来请教主任这个问题 因为毕竟我们都进入了这个勒林 那么在勒林的族群里头 我相信很多很多人 那么在走路的时候也好 或者是在小跑步的时候也好 你都会发觉慢慢慢慢的我们的膝盖 好像开始听了嘎嘎嘎 常常会有啪啪啪的声音了 然后呢 有的时候偶尔外侧或者是内侧会有一点疼痛 但是那是偶尔疼痛一下 他自己就好了就没事了 可是一旦当你长期疼痛的时候 哇 你就想会不会我的关节退化了 我开始膝盖退化了 你就会找骨科医师也好 或者是找复健科医师也好 那么当我自己 因为我长期在吃维护本 所以我不相信我的膝盖会有退化的一天 可是有一天真的我的膝盖好痛哦 而且一痛是痛好几天的 我自己会刮痧 我自己会拔罐 我会刺落 结果我自己怎么处理都不会好 没办法了 我只有来找我们的这个徐主任 然后呢 我说主任难道真的是关节退化吗 因为我长期在吃维护本 我们李正义一时做的维护本 说是可以强化我们的骨质 让它硬的 不会疏松 软的那不会退化 那我真的给自己漏气呢 怎么办啊 结果主任 找到主任之后 我才知道 原来有真正所谓的关节退化 也有假的关节退化 因此呢 我们今天就是要在节目里面 让我们的听众朋友 确确实实的了解 什么叫真的关节退化 什么叫做假的关节退化 那么真的关节退化 是不是就没救了 那么假的关节退化 如果说你怎么样 靠自己做一些运动 其实你的关节 它就不会导致于退化的地步 对不对 好 那么主任 你先告诉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讲 什么叫做真的关节退化 什么叫做假的关节退化 然后就再来看我的片子好了 好吧 我想这个我们在临床上 或者大家在一般生活上 如果是比如说年纪大了 年纪多了一点 或者是受伤过之后 那你就会有这种膝盖的关节的 这种疼痛的现象 那很多人关节的这个疼痛 一痛 哇 他说我这个痛 活动度动不了 然后在走路的时候 一走 走一步就痛一步 那再加上我是有点年纪 那第一个大家就会想到 我关节痛 再加上有年纪 我是不是关节就是退化了 退化性关节症 那事实上我们在门诊的也是这样 我们在看这个患者的经验也是这样 其实大概十个病人里面 可能只有一半甚至更少 他是真正的关节痛 是关节退化所造成的 有的时候是关节退化以外的 其他原因所造成的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来举个例子给各位看 像这个我想这个片子 这个就S光片 我想这个大家应该也常常看到 我们的网路上查也可以看得到 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右边的膝盖 膝关节 那膝关节你有发现 这个膝关节的内侧 就是内侧 内侧的这个空隙它整个不见了 对跟外侧的空隙差很多 对差很多 而且这里你看这里有一种骨质增生的 这就是所谓的骨刺对不对 对我们说所谓的骨刺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案例里面的时候 这个就是一个我们说很典型的 关节的退化 关节的退化 那这种人那当然会有关节的痛 但是有一些情形就是不同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像这个这个情形 你看 这个也是一位关节痛的这一个患者 很紧的那个患者就在这里 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 他的这个膝盖的内侧 这是内侧这是外侧 他的膝盖空隙是一样的 并没有变载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像这样的情形的关节痛 就不是所谓的关节退化 那如果像这个这一张 他真正的关节退化了 如果说没有治疗 他就是继续摩擦继续摩擦 摩擦到最后就变成骨头磨骨头了 对你看像这样的情形就是骨头磨骨头 那这样是没有 但是这个也会痛 这个也会痛 他明明没有退化为什么会痛 对这个就是我们讲到的说 这里为什么会痛 因为这个膝盖的内侧 这些地方 我们这时候可以来看这个模型 这是我们膝盖的这个内侧 这个是外侧 那我们这个地方其实都有一些这种连接的组织 我们称之为韧带或者是肌腱 所以我们像刚刚这个情形的时候 它是什么呢 膝盖的中间这个蓝色的软骨 都没了 没了 但是有些人在这个发生之前 它是这个内侧的这些肌腱 韧带甚至滑囊的这些组织 它造成摩擦 摩擦之后它就这里就会产生痛的现象 是不是摩擦之后这边就是会腫 会很大摸 就是你捏一捏的时候好痛 我以为是充气在里头 是是 好硬喔 很痛 发炎 积水或者是我们说 那个气节在这边 对对对对 那事实上这个地方的组织就已经在发炎了 那积水 那这里如果说像我们的柔眼睛 它这会产生很多眼泪一样 这里积水它就会往压力小的方向去跑 比如说它就会跑到这边 对啊 所以我积水就是积到这里嘛 是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了 在如果有膝关节的这个积水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对这就是我积水的一边 你可以看到这一个是皮肤皮下组织嘛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黑色的这个部分 其实就是积水 像这样的情形 这个积水就会造成这个另外一种疼痛 所以有些人很可怜啦 他说膝盖 这个组织磨损它内侧也痛 那外侧呢 外侧也痛 但是外侧的是脏痛 因为我们水肌在这边 它把它撑起来 撑起来之后它就痛 所以跟这个膝关节退化 真正磨损的人不一样 退化的是只有这边痛 但是如果有积水 它可能外面也会痛 所以就整个都会不舒服 那事实上我们说过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那所以说这个才叫做是真正的关节退化 那另外一个我刚刚的那个是我自己的膝盖叫做甲关节退化 就一般人只要疼痛就把它当作是关节退化 但事实上它不是关节退化 它只是这边的发炎 对这边的肌膜 彼此互相摩擦发炎导致于积水 那一般人就认为只要你关节一抽水 就是你肌盖退化 可是很少医生会像你这样讲的那么清楚 我觉得这一点比较遗憾 所以我为什么今天要特别跑到诊所里面来 来跑到我们的这个诊间来 特别请我们的这个徐主任图文并茂的讲给我们的生机旁边的听众朋友 还有我们收看YouTube的观众朋友来听 记得你要把它按赞之后分享出去 让越多的人知道这个越好 那么所以在这里我就想请教主任了 如果一旦只是这边的摩擦 第一为什么这边会摩擦 那么第二就是如果这边摩擦 一般人不知道 就是摩擦久了之后 它就积水 然后积水就去抽水 甚至有的时候你还会在这里跟我讲 哎呀人大了吗 就像我们脸部要擦绑皮一样 你还会给我弄点绑皮 就打点玻尿酸 或者是涂抹的这个玻尿酸 那么就是来保护它 那一般人不知道 就是我又积水了 我就又来抽 我积水我就又来抽 那抽到最后会不会导致于 本来这个蓝的还在的 就软骨还在的 可是你没有去根本去治疗 你这个发炎的状况 它这个膝盖跟这个膝盖 继续磨继续磨 磨到最后这个不见了 就会变成真正的退化 是是 会哦 其实我们是这样 就是刚才有讲过 在膝盖为什么会磨损 就是这个地方它摩擦过多 那摩擦过多之后 它一直发炎 发炎的时候造成我们这边 再继续磨损 所以我们一开始要治标的话 是要从这边开始做了 就是这个地方我们要减少它的摩擦 怎么减少呢 其实就是把这一个支撑建立好 然后把这个排列给它弄整齐 那支撑建立好怎么做呢 其实我们之前有跟李嘉姐讲过 好这个是你一定要很仔细听的 那么我们现在稍微停一下 来进一段广告之后 然后呢我们再请主任告诉我们 如果说你只不过 第一就是说当你 因为你未必每个人 全台湾如果每一个膝盖 一疼痛就来找您的话 哇你不得了 你就整天都没得休息了 就是当你去看医生 你膝盖疼痛去看医师的时候 只要你看了我们今天的节目 你要有个这样子的知识跟常识 你先去注意看一下 你自己膝盖的这个X光片 如果你照起来 就像李嘉姐的这个X光片一样 明明膝盖都很好 可是你还会积水 那就表示是假的 是你是可以借助 等一下许准要告诉你 很好的方法 就靠你自己 你就可以慢慢慢慢 把它复健回来的 如果你不懂这个 你还是一样 积了水就去抽水 打玻尿酸 积了水就去抽水 你没有从根本去找出方法来 对症下药的话 慢慢你的膝盖就会变成这样 但是很神奇的 只要你照着徐主任 等一下说的方法去做 这个样的膝盖 它还是会变好的 它变好的样子 你可以拿出来 给我们观众朋友看一下 是是 秀一下 那其实我们这个治疗过之后 它会改善 这个我看一下 等一下可以给我们的那个找出来 给我们的观众朋友看 我们现在先进一段广告 好欢迎你继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四神汤 那么刚刚主任有讲 所谓的真正的关节退化就是那个 好 然后呢 比较没有退化的就是这个 但是呢 刚刚主任有讲 如果说你只是积水 就像我的关节一样 这个空间很大 两边空间都很大 可能就是这个肌腱肌膜 滑囊的摩擦 摩擦导致于积水 但是这个肌腱肌囊这个肌肉的这个摩擦 它为什么会摩擦 为什么我左脚就不会 右脚就会 是 这个就我们讲到这个有一些关系 我们膝盖是一个中间的中点 那它膝盖是中间的中点 那它下面有小腿跟脚 上面的话有 大腿 大腿跟骨盆 所以骨盆 膝盖跟脚 这个排列的顺序 如果不对称的时候 它就会有一边比较容易磨损 这是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如果 下面比如说像小腿啦 足部这些有问题的时候 也会容易造成膝盖的磨损 举例来讲 我们的如果随着年纪增加 或者是扫用的时候 小腿的肌肉变少了 对对对 我看很多老人家都是这样子 那个小腿坐后面 那个肉都 可以这样甩的 对而且它很小 对对很细很细 这个我们称之为肌扫症 如果这个地方的肌扫症 的时候在行走的时候 它支撑力量不够 就会变成膝盖过度使用 所以我们在 所以当你就是说 小腿的肌肉不够的时候 变成你的膝盖过度使用 过度使用 就是它会 比较吃力支撑 这个支撑在这边 所以变成说它这个地方 在排列不对称 再加上下面它 没有力 没有力的时候 我们在走路的时候 其实都会勉强 是用膝盖的 力量 来去动 来去动 所以就会造成 过多的使用 那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就是 我们随着年纪的增大 大家如果没有在动膝盖 那时候 我们这种东西就是越不动 它越硬 那肌腱韧带也是一样 你越年纪增加 然后越少动 越年纪 越年纪 它这里变硬的时候 它本来软的 摩擦不会有问题 但是硬的地方它摩擦 它又有新的症状出来 所以这些东西 肿的起来就会造成 膝盖的附近的组织 一直磨损 然后膝盖组织 一直磨损磨损到 后来撑不住的时候 变成膝盖跟膝盖之间的磨损 然后这中间的软骨就慢慢慢慢 就更磨 磨到没有 变成你骨头碰骨头了 变成是这个样子 那么所以呢 我们现在很重要的就是 第一 我们上半段你已经辨别出来 什么叫做真正的膝盖退化 什么叫做假的膝盖退化 其实假的膝盖退化 就是因为你这边的 肌膜 肌腱 跟那个 划囊 划囊 彼此之间的摩擦 所导致于的一些发炎的 这个现象 但是为了避免 你这个经济华南 肌膜的这个摩擦 我们是可以靠着自己 运动的方式 使得它强健起来 不要彼此摩擦 也就是让你的小腿的肌肉够扎实 够支撑 这边就不会摩擦了 是 这个就是一个我们说关节炎 或者是关节痛 甚至关节退化的时候 我们的患者 或者是其他科的医师 或者是其他的同仁 他的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说 我膝盖就退化了 我膝盖很痛 那为什么还要做运动 我会不会越做越痛 会不会做到说 损伤更多 那其实在关节炎的 关节痛的这种复健的这种 运动的方式 其实我们都有几个要诀 那最主要的 这有两个 第一个我们在做 这个关节的这种活动 不是为了 只有运动 而是我们在 活动的时候 要让我们的这些附近的组织 让它恢复它的弹性 我想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做的时候 大家说我关节痛 我不敢运动怎么办 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我们关节痛的活动 我们可以配合药物的使用 可能是口服的 可能是擦的 这些东西 在什么呢 在药物作用的 尖锋期 开始运动 就我吃了药 擦了药之后 我不痛了 那不痛就是最佳 最佳运动的时间 而不是说 我要吃了 要抹了 我就继续去休息 就是要把握这个 黄金时间 然后来去做 那至于说做什么运动 我想这里我们先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怎么检测 我们这个小腿肌肉 对 就是最近大家常听到一个东西叫肌扫症 大家可以用这个 我们手 就是 大拇指对大拇指 大拇指对大拇指 然后等一下我们就试着用食指把它扣起来 扣在哪里呢 我们就是扣我们这个小腿 小腿肚 对对对扣在我们小腿肚 就要用自己的 不能用别人的 要扣在 就是大拇指对大拇指 然后食指对食指 扣不起来 对 那像李佳姐 您之前的话 我之前是这样 对之前是这样 扣在这边 对 如果扣在一起就表示说这个肌扫症的机会是非常大 那哪怕是这样子也是肌扫症 对 一定要有距离才叫做 对这样子的话才是我们说比较健康 这肌扫症的减少 所以如果这个检测起来 这样自己扣的时候 我们这样自己扣的时候 如果你的扣到小腿最初的地方 大拇指也可以碰在一起 食指也可以碰在一起的时候 表示我们 肌肉已经不够了 肌肉已经不够了 如果说你这样子那完了 你就更少了是不是 对 所以像弯起来如果他还是 扣得住甚至这样过去的时候 所以说我 我记得我上次来看 看病人说我那时候肌肉是这样子的时候 我就有个疑问在请教你 我不是一个不爱运动的人 我是一个非常爱运动的人 而且我每天都走上万步 而且我走嘉宜公园有上坡有下坡 照理来说 我天天都有运动 为什么我还会 小腿会 不够 没肉 没肉 这里其实就有一些观念 那我们 非常多的这个患者来会说 我每天都有动 对啊 我每天都有训练 为什么 我们的这个还你还说我肌少症 那其实我们训练有一个原则 在训练的时候我们大概都是 大的肌肉先受到训练 比如说你练跑步啦 练登山啦 这些东西的时候 通常是大肌肉 大腿的肌肉 对所以我们一般人看大腿都练得很好 大家都大腿不太会有肌少症的问题 然后再来就是 小腿也有练得很好 有的人说每天在练走路 其实小腿练走路是练 肥肠肌 后面的 小腿肌肉的肌肉 反而是前面的 小腿前面的肌肉 你是说颈骨旁边这里的吗 颈骨旁边的这一条 我们叫颈前肌 颈骨前面的肌肉 就这里 对 对就是这个颈前肌 大家比较少锻炼到这里 比如说你像跑步啦 走路啦 都是锻炼到后面 跟大腿嘛 反而是前面这边 比较少去锻炼到 比较少去锻炼到 所以 这个时候 检测起来肌少症 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说 除了 后面的肥肠肌要做训练之外 其实前面的颈前肌的训练也很重要 那 怎么做训练 我想这个我们就可以来 对我们主任今天还特别 帮我们请到了一位 住院医师 他的高材医生 来帮我们做示范 怎么做就是让 我们的小腿的肌肉 不管是前面的肌肉也好 侧面肌肉也好 后面肌肉也好 能够 很 很足够 你这边的 这边就不会摩擦 对 然后呢 就会 避免你 膝盖的提早退化 而且我发觉 练这个肌肉 你要练它起来 不用花很长时间 如果说你每天每天都有做的话 大概两个礼拜 你绝对肌肉会慢慢慢慢 越来越宽大 越来越宽大 但是 如果你一偷懒 大概三四天 它就会小一点 我每天都在量 只要你一用劲就 用劲 退退 绝对是 在你的肌肉上 很明显的展示 对不对 好 我们现在就请我们的 吴医师 我们是领医师是不是 吴医师 本心同性 来帮我们做一个示范 那我们主任来做一个解说 我想我们就直接介绍了 我们这个膝关节的保养运动是有三组 有三组 那我们今天先介绍 第一次先介绍我们这个 小腿的进拳机的强化训练 在这边做的话 其实就两个 第一个的话 我们就是可以 比如说是以脚跟着地的这种方式 脚跟着地 对 比如说像坐着的时候 像要站起来这样 脚跟着地的方式要起来 或者是什么呢 或者是用脚跟着地的方式 站立 或走路 就是用脚跟着 我们训练后面的腿是用 垫脚尖 对 那训练前面的是有 就像以前老公公 学着老公公走路那样 是不是 这种方式是第一个 我们可以训练小腿前面进拳机的 就是这个 这里的肌肉 进拳机的方式 那第二个方式的话 其实我们就是做 小腿进拳机的主抗训练 主抗训练怎么做呢 就是把这一个 一脚 搭在另外一脚的脚背上 搭在脚背上 就是这样子 搭在脚背上 然后以像这样的经营就是 右脚放在左脚上面 左脚我们的足部都是往上翘 往上用 就是这样 这样压着用力往上翘 右脚你往下压 左脚往上翘 然后彼此就是有个主抗的力量 对就是这样踩着 然后脚往上翘 往上翘 这样的话就是可以训练到我们的 这一个 就是前面有在用力了 对 所以这种的方式 就是我们小腿 训练进前肌的 最简单的两招 这两个方式 那 这个是第一组 那第二组当然就是说 我们如果大腿的力量 比较不够的时候 也可以做另外一个 大腿的 这个股四头肌的训练方式 那怎么做呢 也是我们请吴医师 示范一下就是脚伸直嘛 脚伸直 然后 抬高30到45度 就抬高再放下 抬高再放下 那这样子做 膝盖要伸直 不可以玩 膝盖打直 那那个 脚尖是平着还是 都可以 要翘都可以 最重要的就是 膝盖要伸直 是膝盖要伸直 然后抬高再放下 抬高30度再放下 那一天的话可以做到154 154 150 不用一次做完吧 可以分次做吧 想到就做 想到就做 是 我们就早中晚 早中晚各5分钟 这样子做 也可以 那就是两边 都可以做 其实你这样做的话 也可以两个脚一起抬起来做吧 也可以 但是一般我们是建议一次一脚 因为你一次抬两脚的时候 对腰椎 腰椎会有压力 会有压力 所以一次做一脚 另外的话如果说这个坐着不方便做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请这个 患者是躺着 躺着的时候 做抬脚 也 我觉得躺着做很好 因为躺着做的话 你先做一只脚 一只脚 左右脚 各抬 然后两个脚 这个时候就可以两个脚一起抬了 对 当然 一次做一只脚是比较好了 因为一次抬两只脚的时候 我们身体 脊椎要负担那个 哪怕你躺着也是不行吗 一只脚会比较好 效果会比较好 我在想 我在想 因为当你躺着坐的时候两个脚抬起来的时候 连你的腹肌都可以练到 是 但是这样子对腰椎会有伤害 腰椎的压力是比较大 那如果说你真的要做那你后面的腰椎要不要垫一些东西 是 垫东西比较就可以比较可以这样的两个脚一起抬了 对 如果是做腰椎的话 我们反而会建议就是做所谓的乔势运动 就是膝盖弯起来 然后抬屁股 抬屁股 对 这样就直接可以锻炼到腰椎的力量 那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大腿 说的小腿 那其实还有一个大家也常常听到的 我们叫做所谓的 深蹲 深蹲运动 那深蹲运动的时候也是我来请 像那个主任像我自己的膝盖 就是说已经有积水 那么 还没有完全好 像我现在就都不敢深蹲 我就怕会又伤到他 那所以说哪怕是你膝盖 目前还没有完全很健康 还是可以做深蹲 对 因为深蹲的话 如果不扶着东西做深蹲的时候 膝关节的压力是很大的 膝关节压力很大 那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改良的方式 就称之为扶着椅子做深蹲 扶椅深蹲 我们也请那个 吴医师可以示范一下 邮医师帮我们示范 我们就可以站在那个椅子的后面 站在椅子的后面 那我们手的话呢 就是扶着这个椅子 扶着椅子 然后慢慢就是对对 然后慢慢就做深蹲 那我们深蹲的时候 其实有几个要诀 就是我们 就是 对这臀部往后往下伸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脚 脚板不要超过膝盖的前面 因为超过膝盖的前面 膝盖就会受力 比较多 我们就慢慢往下蹲 蹲到 大腿跟地面 尽量平行 平行 平行 平行的时候 然后停大概10秒钟 然后再慢慢慢慢起来 这样子 在这个情形下面 我们有扶着 这个椅子的时候 去做深蹲 它就比较不会 造成这个膝盖的压力太大 如果没有扶的时候 下去蹲 其实膝盖压力 对 那这样子的话 要做几次 对 扶椅深蹲 我们倒是没有 次数的限制 主要就是往下蹲的时候 速度要慢 一般我建议大概就是要到10秒钟 才真正蹲到平衡的地方 就是慢慢蹲下10秒钟 然后停留10秒钟 然后再慢慢慢慢起来 也是10秒钟 所以 一次的下去 停留跟再上来 就30秒 30秒 通常只要做个大概5分钟 不常做的人 就会开始冒汗 因为这是一种 深层肌肉的一个训练 它非常的 耗费我们的这个肌肉收缩的 能量 所以有的人 做了几次 就觉得开始循环 就会变好 好 那么这就是做运动的方法 那么主任就 请再回来 如果说 我们继续不断的这样子的做运动 那我们 我们是不是 就可以 使得 我们的这边的 韧带不再摩擦 如果说我们下面的肌肉强健的话 对 如果我们刚刚讲过这个膝盖的下面的肌肉力量练够了 然后再加上我们把这个 腰椎 把这个骨盆给它调正之后 那膝盖受到的压力自然就比较少 它就会有开始修复 那修复如果赶上我们破坏的时候 它渐渐就会长回来 就渐渐就会长回来 哪怕是 已经退化成那个样子 你看像我们这一个 这个情形它是你看先前磨损了很厉害 都快磨到 都骨头磨到骨头了嘛 对但是我们经过六个月的训练就是刚刚讲的这些东西 他就光做那些运动 对就是我们刚刚还有除了我们就是 还有膝关节的这个 外侧的这个我们跟它水要抽掉 水要抽掉 对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给它做一些真身的治疗 然后修复的治疗 然后再配上运动 你看它六个月它就可以到这样子 那它慢慢慢慢 它这边就是会缝隙会越来越大 等于它软骨就是这个蓝色的软骨 就会增生了对不对 慢慢的修复 它就会慢慢的修复 所以说不要轻易的说我是 关节退化没救了 对不对 如果这个东西当然配上适合的运动 然后持之永恒的锻炼 然后当然还有就是我们说的减重 减重 减重 一般来讲就是 体重减少原来的大概百分之三 其实就有足够了 有足够 它这个就是让 主要是让这个破坏呢 我们修复赶上破坏 修复赶上破坏 慢慢就会长 所以说在这里就是要告诉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 跟 我们的观众朋友 你今天都 看得很清楚 只不过收听广播的朋友 你比较 没有办法看 但是呢 没关系 因为你进来的工作 一边工作一边收听广播 但是回到家之后 你可以重复的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所谓的真正的关节退化 跟假的关节退化 你有个认知 哪怕是你已经真正关节退化 可是你配合着这个 今天我们所说的 就是治疗 加上运动 你还是 可以恢复到 你正常的关节 哪怕是你已经有真正的关节退化 你还是可以有恢复的 可能 所以请早治疗 早期的治疗 但及早治疗就是 自己也要帮助自己 不要偷懒 对不对 好 那我们说到这里 我们现在就要来谈一下 所谓的及早治疗 那治疗包括哪些 对 治疗的话我想我们刚刚有提过 就是说在 找到 真正找到磨损的地方 像我们刚刚摸的地方 这个地方疼痛 我们就可以知道它是这个 肌腱 跟韧带脂 附近的组织的摩擦造成疼痛 很多人都是这里很肿 对 很多人 是到底那叫气节 还是 磨的发炎 对中医有讲叫气节 那我们西医是说它是这个 地方 我们叫鹅竹 就是那个鹅肉的那个鹅竹 的磨损 这个组织的磨损造成滑囊的发炎 那滑囊发炎的时候它水分比较多 它也会往压力小的地方 也就是我们膝盖的外上侧 这些地方它就积水 所以有的人这里摩擦 这里会痛 这里积水 这里脏了 这里也会痛 所以这两个地方 我们通常会建议要做处理 那处理的时候我们可以用物理治疗 或者是用注射 打针在这边 那积水脏的地方 如果超过3cc以上 我们就把它抽掉 积水大部分都是积到这里 对就是积在这边 这边是不会积水的 这边比较少 比较少 通常在积在压力小的地方 我们就把这个水抽掉 那抽掉之后 这里不痛 这里不痛 我们刚刚讲就是把握 不痛的时间 不痛的时间 赶快做运动 做什么运动 就是我们刚刚说 小腿的 进前肌的运动 大腿的 股四头肌的运动 还有就是我们说 深蹲操 这三个方式 就是这里 这里跟腰 训练到 那就可以让这个地方 膝关节的压力 变得更小 那主任我想 请教你 就是 我觉得男生比较少 很多女生会这样 就是大屁 然后那个 腿 脚 包括这里 这里 这个地方 尤其是这个地方 都很肿很肿 对不对 那你这样子 一去捏他的时候 他痛得不得了 是 所以 这个 脚他也会 肿 我就搞不清楚 你到底是 是有肉呢 还是气节 他怎么去 辨别 他这里就很粗 就很大很大 对 我们这里 如果要看 尤其是这边 对这个地方要观察说 他是不是有这种发炎 或者是 这一个 这个我们说纠结的时候 那我前一阵子这里就很大 是 那如果是积水发炎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皮肤 他会比较亮 会比较闪亮 会比较光滑 有的人说 奇怪我这里很亮很光滑 但是外侧却没有 那可能 就是这个地方 我们说有积水 底下的一个积水 那另外一个有的人说 我会有这种 静脉曲张 在这个地方 在这里 那其实如果这个地方 如果是积水的时候 静脉曲张在附近 就会变得更明显 这是第二个现象 那当然如果是气节的时候 其实就有一个 脉络可循 就是我们的肌肉跟筋膜 它是走这一个方向 它比较紧绷的时候 你把它往反方向去推 假设我们用这个 我拿一下 可以用刮沙板吗 刮沙板 也可以 但是通常我会建议就是 随手可得 球 我们拿这种 这种像这个硬式的网球 你就可以把这边这里往上推 往上去 就这么轻 在推的时候 当然会压到那个 有酸酸的 我觉得 要用力还是就像你刚刚那个轻轻的 对就是像这样子 我们把这个网上推的时候 就可以让这个筋膜 纠结的筋膜 让它变得比较松 因为这个网球的它的韧度 比较刚好 如果有人说我用高 浮球 用棒球 太硬 容易损伤 那是我自己如果自己给自己推的话 我就是这样子 对 稍微用一点点力 就是顺着那个筋膜的方向 就做 这样的 那如果说用刮沙板这样刮呢 刮沙板也可以 但是刮沙板的话 不要太薄 因为你太薄或者是刮太快的时候 有时候组织会损伤 那所以在刮的时候我们就尽量慢 有的人也会用所谓的刮沙膏 对 就是像凡士林 这一类的 抹一抹然后从 要从 这样子的方向来刮 对不对 要顺着筋膜的方向刮 不要这样子刮 不要这样子刮 也不要这样子刮 这样子刮的时候 它是筋膜会容易受伤 哦 那像有的时候 像我在以前 就说 你看这那么肿 就会这样去揪它 是 那这样揪它的时候 是好还是不好 对 拉扯的话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自己在用的时候 就是不要太大力 太大力造成下面的 组织的拉扯 有的时候你在帮人家揪 这边的时候它很疼 对 这算是气节是不是 有的中医是讲气节 有的我们是说叫 肌肌膜疼痛症 肌痛症 肌痛症 也会有这样的情绪 那所以说 很多的女生 这边都会这样子 男生反而比较少 为什么 我们 看到啊 其实为什么女孩子在这个地方 会比较有这个情形 因为我们 再往上的话 这个女孩子的这个 那个臀部 我们髋关节那个骨头的角度 跟男生不一样 所以 在弯曲的角度上面 女生的那个 髋关节的弯曲的角度 比较大 所以相对来讲 他膝盖这个地方 弯曲的角度也会比较大 然后再加上我们刚刚说过 如果刺激 受到刺激或者是初步的磨损 它里面的组织会变厚 所以摸起来就会像 这样子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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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 那么所以呢我们说刚刚就说到这里啊 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很很明确的就是了解到 就是当你 不管是 真的关节退化也好 或者是假的关节退化也好 就是一边配合着治疗 那么一边呢就是当你在治疗当中不疼痛的时候 然后抓紧时间做运动 那么把你的肌肉给锻炼出来之后 那你很可能关节退化他还是会有恢复原型的时候了 因此呢我们在这里就特别好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不要放弃自己 当然你生病的时候要去找医生但是你的健康绝对是靠自己 对不对好 那么等一下我们在刚刚说到那个治疗那么所谓的药物的治疗又扒发哪些 好那么比方说啊你在什么状况之下因为现在有很多就是 做什么血小板什么血清的那种治疗关节退化等等好 那个又是什么东西但是就像你刚刚开张名义一讲 就如果说你真正肌肉没有训练出来 为什么你常常就是是花了很多钱 做了很多的那样子的工作之后 可是你还是不会好的原因在哪里 好那么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 再请主任告诉我们 看起来时连 Dana 剥好的 她 shower 刚如 她 那 不 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